黑老大刚出狱回来 就发现女儿正在用狗盆吃饭 脖子上还拴着一条狗链子 看着女儿一脸警惕的样子 黑老大再也忍受不住 赶紧用棍子将锁链撬断 可没想到女儿尖叫着冲到屋外 这让本就不满的大姨更愤怒 让黑老大赶紧带着这个脱油瓶子出去 原来就在刚刚 出狱后的黑老大第一时间去找前妻 可前妻却早就嫁给了死对头的手下 得知女儿寄养在大姨子家中后 她就赶紧找了过去 看着房间里发疯的女儿 黑老大心疼地抱住她 可女儿在打了她一顿后 却又狠狠咬了她一口 安抚好女儿的情绪后 黑老大就带着她离开了 她决定为了女儿退出江湖 可麻烦却接二连三地找上门 死对头的小弟为了证明自己的地位 不仅大闹了一场 还将黑老大的女儿绑了起来 甚至喊来了她的前妻 随后还嚣张地准备将女儿带走 殊不知她的这一举动 彻底惹怒了眼前的黑老大 这一举动的黑老大